然後姊姊又說隔沒禮貌 隔問還是不是同一隔 蛤? 怎樣? 不爽喔? 沒有啊 這裡就是 應該不會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敷衍而已 呵呵 根本沒在聽啊 不會啊 它有在聽啊 對不對 過去 沒看到我都不敢講話喔 為什麼? 因為我怕問我 我等一下講的東西 那是帶過前一個去的意思嗎? 沒有耶 那就好 一直都只有帶鍋具去而已 那太好了 老闆上次看到的也是鍋具 還有月線受罰這回事 中立抓滿眼的喔 啊幹 啊還行啊 沒關係啊 你的車勉強 過了 過了過了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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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昨天打到幾點 2點 快3點 2點就結束了 2點前就結束了 是喔 對阿 他回家應該剛好2點 是喔 這樣很硬 還好耶 睡了差不多七個小時 六七個小時 對啊 過去今天的行程原本是睡飽的 那昨天也是睡飽 昨天也沒睡飽 有吧 突然有 昨天你 有嗎 你沒有嗎 你不是睡覺下午才起來 聽說 我昨天 因為我問出來了 昨天 放五谷咪集的是凱文哥 對啊 然後他就說 阿如從昨天打牌 聽到要去27左右 可以心神不寧 然後又迷迷冒冒 第二醬還好啦 第二醬輸90塊而已 那還好啦 卡的時候 我每次都看到阿如 打到連午餐前都沒有 沒有去吃飯前 去吃飯前那個 前三圈 我就輸了差不多 三四百 然後阿姑姑 那姑姑在前一把就自摸 然後這個 然後他叫了一份 鵝啊 然後 這是阿如請的啦 靠腰喔 幹 那你怎麼還在平板 因為要弄資料 等一下到咖啡店 你等一下去客戶那喔 沒有 弄資料 只要咖啡店再用 為什麼今天突然會要來呢 沒有阿 因為博焱他們說 要來載我 然後我就說 蛤 那該不會要排中立 日遊吧 然後講一講講一講 好像就真的成了 然後我就說 那要排二十七嗎 因為谷谷跟那個 也沒吃到 也沒看過